好 接下来为您报道 前司法院长赖英赵 因为日前爆发的司法官风际丑闻 请辞获准 马英九总统今天宣布 提名现任的中选会主委赖浩敏 以及前NCC主委苏永青 担任司法院政副院长 两个人在获得提名之后 都特别强调要推动司法改革 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 马英九总统召开记者会宣布 提名现任中选会主委赖浩敏 与前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苏永青 分别出任司法院政副院长 并担任大法官 马总统除了称赞赖浩敏 与苏永青两人的品德与法学素养 也期许他们仍旧过去 在行政院独立机关 担任首长的行政经验 来接上也是独立机关的司法院 全面改革挽回人民对司法的信心 觉得由赖子伟跟苏教授 分别来担任未来司法院的政副院长 应该是一个绝佳的搭配 所以我对他们也有非常深厚的期待 我希望他们两位推动的是 全民司法改革 目前15位大法官的名额已满 马总统也同意前司法院长赖英赵 以及代理院长谢在权两人 请辞大法官 由赖浩敏与苏永青补威 司法院长提名人赖浩敏 民国28年苗栗出身 台大法律系毕业后考取律师资格 之后又前往日本东京大学 取得法学硕士学位 反台后更创办万国法律事务所 赖浩敏说他数十年的律师职业经验 让他更能了解民众期待的是 公平公正效率与又品质的司法体系 副院长提名人苏永青 民国四十年在宜兰出身 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 反台后一直都在政大法学院教书 也曾经担任过NCC主委 公平交易委员会副主委 苏永青也是马总统从建中到台大法律 同窗七年的老同学 他的哥哥苏起曾担任过国安会秘书长 另外苏永青的妻子则是前大法官 现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长彭凤志 彭凤志也在马总统宣布提名名单后 宣布请辞院长职务 苏永青自我期许能为司法改革尽一份心理 面对这样一个重要时刻 个人有这样一个机会 好像没有回避的理由 赖昊敏与苏永青的人事提名案 总统府将在近日送交立法院 由立法委员行使同意权决定是否通过 记者张雄陈保罗台北报道